孩子有多重啊 孩子已经不到一点 因为刚才已经有感觉像窒息一样了 我们才出院了 要我自己包才来 最好自己包 我包也可以 你不嫌弃我的包 我也不嫌弃 我有点不敢 不敢 我有点吓了 那你换一换 我赶紧把白大褂脱下来 我怕婴儿被白大褂上面的细菌感染了 我喝点 两个月 不知道 她几个 两个月 早上还是多少 多少时间生存 30加3 30加3 然后我们出生只有0.99 那是小 所以我们刚刚出院三年 是不是有点拉肚子 嗯 有一点点 它一个层里有点不好 我们本来就是生化不太好 拉的次数不多这两天 这么小的小婴儿像个馒头似的 头那么小 手也那么小 特别可爱 所以午后 当然要小心了 刚从暖箱里出来的早产儿 本就体弱 很容易有并发症 许妹决定 尽快送去儿科医院检查 前两天喝奶都还正常的 但在医院里面是两小时 30毫升的在喝 嗯 然后昨天突然一下子 就是她一直饿一直饿 然后医生跟我说 按需未养 那我就不是给她加了料吗 嗯 昨天一天还是挺好的 嗯 然后今天的话白天也挺好的 就是吃的料 晚上吃的有点多吧 一直要吃 然后吃了两个 嗯 八点吃了一个五十毫升 九点多吃了五十毫升 然后十点多 十点十七分的时候 吃了一个三十 然后吃完之后 就是八点那一顿吃完之后 睡了一个多小时 睡到九点多 后面就睡不安稳了 就一直闹 就也不是哭 不哭 她就拼命的那种 嗯嗯嗯嗯的那种声音 我感觉她有点味噬到反流 因为不是第一次从鼻孔里面回奶了 你一次我一次对吧 然后这个一次 哦 提示过奶之后是不是要抱一会 他们有啊 有拍摄 而且除非她睡着了拍不出来 平时我们都是拍的 哦 哦 你们也挺厉害的 两夫妻 就我们两个人 她过晚上我晚白天 累的哦 也累的要上班的哦 因为比较小 对太小了 真的一个小不点 你刚才是不是吓死了 嗯 没碰到我 要么这样吧 那个氧气给她稍微吸一点 啊 啊 啊 没有那么慌 没有我是给她 不是给你 我以为没有 我都已经忘了 我女儿那个时候 那么小的都会什么抱的感觉 我都已经忘记了 没有那么小 那个那么小的出来都没能感抱 对啊 真的就我们俩自己抱抱 没有人敢抱 哎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七斤一两 哦 我们那个个多大的 到现在可能五斤还不到一斤 对啊 这么小 早晨 她实际上只有32周 到现在为止 没有 现在38 38周 哦 59天 嗯 嗯 就还没有到实际出生的时候 嗯 之前都是在医院 就是刚回来三天我们了 也没什么经验 嗯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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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